好可愛啊 嗨大家我們今天來Alverson style Vister Shop 那我們的appointment呢是在10點半 萬聖節已經過了 但是還是有好多的小南瓜 我們現在先到這個櫃檯去找交一些資料 保險卡然後ID還有我們注射的紀錄證 是我們註射的紀錄證嗎? 不是Pfizer 是對的 我們來試試看 OK 我們來試試看 沒有 我們去把箱子蓋起來 這樣子 這樣子 我們去把箱子蓋起來 這樣子 噢 噓 這樣子 噓 噓 掰掰 這是我們最近喜歡吃的燒辣 這個是燒南 這個是燒鴨 這個是燒鴨 燒鴨 而且它排了這麼整齊 看起來就很有食慾 這個是蝦仁、腸粉、蝦蛋 燒烤包 還有燒麥跟 碰爪 哈囉哈囉 哇 全身都是靜電 對你看你頭髮都翹起來了 好可怕喔 欸 拍一下 你看你們兩個的頭髮 等一下絕對被電爆 走囉 好小胆 咸 走 有沒有頭髮也翹起來嗎 有 還好玩嗎 還好玩嗎 好熱 好中喔 好安靜 住住這邊 哈哈 哈囉妹妹 哈囉 娃 哇~~~ 還在 再一次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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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啦 哇 被電了 又總被電 我們聽了 唉唷 來囉 哇~~~ 好棒 妹妹好厲害 現在的時間大概是下午3點左右 距離打完疫苗大概已經過了5個小時 那我剛才是已經先洗好澡了 然後我們在吃飽飯之後呢 因為我一直覺得很冷 躺在沙發上覺得很冷 大概外面是30度的高溫吧 可是我還是就是想要蓋棉被然後穿長袖 所以我後來想說乾脆去外面 就是曬一下太陽 所以我們才去外面玩溜滑梯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畫面就是我還是有穿 薄長袖因為我覺得還是有一點 胃寒的感覺 我覺得這應該算是打疫苗之後的副作用之一 現在呢是晚上的10點 我剛才就一路睡到下午大概8點左右 就一直覺得很累然後很想要睡覺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睡到晚上8點左右再起來吃晚餐 我現在身體的感覺是我的手啊 現在已經是按壓這樣子 輕輕的就其實蠻痛的 然後舉起來不太行 就是會感覺有一種很痛的感覺 我覺得比第二季的時候還要再痛一點 因為第二季會覺得很像是肌肉痠痛 可是這一季我覺得是就特別的不舒服 而且我覺得他在就是在注射的當下其實就已經蠻痛的 我覺得是因為不用這手示範好了 幫我打針的人他是把我這個肉捏起來 然後把針戳下去 我覺得這一季比前面兩季都還要痛的很多 在打完當下我就直接跟傑克說好痛喔 真的是痛到爆的那一種 應該是我這位子打過最痛的一陣吧 打完疫苗最重要就是不要忘記要多喝水 嗨大家 現在時間大概是半夜的2點半左右 那我現在已經躺在床上了 我們剛才就是在剪完片 回到房間的時候 傑克說他的眼睛很痛頭也很痛 其實我有一樣的感覺 我覺得這也是疫苗的輔助之一 就是眼睛連壓也有點高 就感覺是眼睛後方的這個肌肉在痛 然後連帶的頭也在痛 就還蠻不舒服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大概要睡了 明天早上起來再跟大家update 晚安 我現在感覺呼吸不是很順暢 就可能有某一兩次呼吸是 肺部會有一點微微刺痛的感覺 還有我肺部肌肉蠻酸軟的 我打第二劑疫苗的時候也是 這個感覺很明顯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的感覺 比上一次第二劑更強烈一些些 還有我剛才就是一下冷 然後想要蓋棉被 然後一下就覺得很熱全身冒汗 就是一直忽冷忽熱 但是我有稍微感覺一下 應該是沒有發燒的症狀 我覺得現在是注射完疫苗最不舒服的狀態 現在大概是打完疫苗之後的第29個小時 現在時間又過了兩個半小時 現在時間是5點半 我覺得現在Telenome的藥效起來了 所以就有比較壓制住我的症狀 有比較舒服一點點的 感覺可以就是起來走動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這樣子 嗨大家現在時間是晚上的10點 距離打完疫苗大概已經過了36個小時了吧 我現在身體的狀況呢 是已經完全恢復了 就是已經完全沒有什麼不舒服的感覺了 但是手臂還是有一點點痠痛的 可是舉起來已經都沒有問題了 然後我想要總結一下 這次打疫苗的感覺 跟前幾次比較的心得 這次的疫苗就是在超市的Pharmacy打 然後他們說可以拍攝 是不是第三劑是比較少的 那那個人回答說 他說莫德納是 但是輝瑞不是 接下來我想要分享一下 我打過三劑疫苗的感覺 那第一針的時候呢 打針是比較痛的 但是我沒有任何狀況 那第二劑的話呢 打針比較不痛 可是也是有像我這一次 背痠啊 然後呼吸不順 呼吸有刺痛感 然後全身無力的這種狀況 但是沒有這一針這麼明顯 那我第三針呢 就是最慘的一針 最痛的一針 第三劑的症狀也可以算是 最嚴重的一次 因為像第二劑的時候 我只有吃一顆Telenone 但是我第三針 就是我這一次 我這次是有吃到三顆 但其實我覺得要吃四顆才有效 因為我們第一次不知道 就是Telenone要吃兩顆比較好 所以就是我第三針 打完的當下只有吃一顆 那吃兩顆之後 感覺身體就比較舒服了 那我現在就是已經 完全恢復的狀態 警報解除了 那在影片最後 我想要跟大家說一聲抱歉 因為我這支影片 都是以素顏一個很醜的方式 就是來拍片給大家 好那我這一支 疫苗全紀錄 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